望线 小看天色目看云 第十四集 乖 这里交给大哥处理 我们去找阿英他们 男生你不要怪阿诚好不好 你知道他的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他没有恶意的 他 江燕离还想说什么 就被温潮打断到 刀子嘴豆腐心 身为江氏首席大弟子 你们江氏主母 动不动就用紫电抽 罚贵祠堂 我想就算我温氏也不曾这样吧 那还不是他顽劣不堪 不服管教 我阿娘是管教他 江城道 哦是吗 就不知道江少宗主挨两鞭子会怎么样 温竹刘给我们的江少宗主抽两鞭试试 话刚说完 温竹刘不知道从哪拿的鞭子向江城抽去 只见江城被甩出去好远 怎么这只是普通的鞭子 江少宗主就受不了了 你阿娘的可是紫电 一品灵气 抽打在身上 那鞭痕可是永不能消的 温潮道 江燕离跑过去 江倒地的江城扶起来道 温少宗主 你放过阿城吧 我保证阿城以后不会再去找兰生的事了 说着又向温月道 兰生求你饶了阿城吧 就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 让温少宗主饶了阿城 好不好 就算师姐求你了 江燕离故作柔弱道 怎么现在知道求饶了 刚刚不是很嚣张的吗 江姑娘 我丑话说前面 我不管阿月之前 在你们江是怎么样 现在 她是我清和涅世 和齐山温世的至宝 断不能叫他人欺负去了 还不能还回去 涅槐桑伴抱着温月道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怎么都在这 下课了不回去温习 今天所学的知识 在这凑什么热闹 未应清冷的声音 从众人身后传来 众人转身 就见魏英和蓝湛走来 你们在此如此喧哗 全部家归三百遍 蓝湛冷道 世家子弟心道 这二公子和三公子真冷 站在他们身边 都感觉到寒冷 蓝二公子 是我们的不是 但请看在阿诚 已经受伤的份上 就免了他这次的错事吧 江燕离哭腔道 蓝湛冷着脸皱着眉眉说什么 这时魏英道 故意挑逝者去戒律唐寿法 在蓝湿就要遵守戒律 江燕离看着魏英道 三公子 你就 去就去 我还怕你们蓝湿不成 一个家仆 一个来历不明的野小子 我看你们就恶心 江城道 江城 江城 两道声音怒喊道 你们江家真是好教养啊 江宗主教的好儿子 你们好得很 温朝道 温竹刘传信给父亲 让他来蓝室 江城 魏英是旺献宗的少宗主 是豹山前辈的徒孙 你之前所说的话 他老人家就没有追究 如今你又出言不逊 他老人家怪罪下来 恐怕不是你能受得了的 聂怀丧道 蓝湛抱着魏英 怕他会因为江城的那句来历不明给伤到 魏英在听到那来历不明时 就感受到周围的眼光都看向他 低下头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温月也因为那句家仆而低下头 蓝二公子 阿城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只是疼糊涂了才会 江姑娘 我想你应该知道 阿英当年来我蓝室时 就已经认我叔父为义父 所以他是我蓝室承认的三公子 江姑娘 我希望江氏能给我蓝室一个解释 不然我蓝室不会善罢甘休的 蓝湛冷道 也就你们蓝室才会认这种来历不明的野小子为义子 他该不会是先生与他那娘所生的吧 他 嗯 嗯 嗯 江城说不了话了 聂怀桑和温潮健壮都看向蓝湛 而魏英却因为江城的话 吐了一口血后身体向后道去 小公子 蓝室弟子大声道 蓝湛文言 转身就见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魏英 阿英 蓝湛连忙将人抱起 对蓝室弟子道 快去叫兄长和温姑娘去静视 说着抱着魏英 就往静视跑去 江姑娘 江少宗主 你们最好祈祷阿英没事 不然你们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聂霜去告诉蓝室叔和大哥将这所发生的事告诉他们 阿月 兄长 我们去看看阿英吧 聂怀桑道 江是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会为我弟弟和阿英讨回这一切的 温竹刘将他们二人带回住宿看着 莫让人离开住宿 温潮道 而静视里此时可以说是寒冷 蓝湛冷道 去看看兄长来了没 赶紧去催 手却在给魏英不停地疏灵力 心道 阿县不要 不要再丢下我一个人 你若走 带上我 这样我就能抓紧你的手不放 道来生就能找到你 当蓝溪尘来到静视时 就看见自家弟弟正在不要命似的为床上的人疏灵力 他走过去对蓝湛道 阿湛 停下来 让兄长给阿英看看好不好 这时温情走进来 看着蓝湛就在他身后扎了一针 顿时蓝湛的身体就软了倒在床上 蓝溪尘看着他 温情道 他这样会走火入魔的 你先将他扶到 那软他上去 我给阿英探探脉 蓝溪尘闻言 将蓝湛扶过去 而温情给卫英探脉心道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西尘去找小师叔 快 蓝溪尘没有多想 连忙去找小星辰 温情用银针帮卫英 稳住他那慢慢消失的灵力 可是越扎灵力 就越流失的快 阿英 坚持住 姐姐不会让你有事的 要坚持住 温情想也没想将自己的灵力输给卫英 可卫英对他的灵力排斥 红衣出现 将自己的怨灵输给卫英 对于他的出现温情 虽然感到意外 但线下就卫英 才是主要的 过了一会 温情渐渐地感到灵力透支晕过去 而卫英却不见好转 就在这时去找小星辰的蓝西辰 带着众人走进来 就看见因疏灵力而透支晕倒的温情 连忙将他抱起 放到小书房的软榻上 小星辰为卫英探麦后 从怀里拿出顾灵丹 给卫英服下对清衡君道 蓝宗主可有极寒之地 有 寒潭洞 那灵力充沛 清衡君道 小星辰没再说什么 就将卫英抱起 去往寒潭洞 星辰 阿英怎么样 蓝起人问道 灵力流失 神魂不稳 金丹不复存在 现在先将他放到寒潭洞中冰封 我会传信与师尊 希望师尊能救回 小星辰冷到 在听到小星辰的结论时 心都震撼了 这是蓝起人 他们第一次见这么冷的小星辰 寒潭洞里小星辰道 阿英 别怕 师叔陪着你 你一定要撑住 师叔这就找你师祖来 他一定有办法救你的 说着手结印将他封印 只有这样才能 保住他的神魂不散 灵力不再流失 出了寒潭洞 小星辰先给自家师尊传信 然后去往寒室 而蓝湛醒来 却发现 床上的人不见了 他冲出静视去找 少主 你去哪 红衣大声道 蓝湛文言停下脚步 转身对红衣道 阿英 阿英去哪了 他为何不再静视 红衣健壮道 少主被一个公子抱走了 不知道去哪了 抱走了 阿英怎么样 你说啊 蓝湛怒道 红衣感觉到蓝湛在魔化 因为他看见蓝湛周身有一层黑气 这是黑化的前兆 少主你冷静一点 宪少主应该没事 我听那公子说会叫他师尊来救治 红衣连忙道 阿英是不是伤得厉害 蓝湛有些崩溃道 温姑娘叹得卖 我只听到宪少主神魂不稳 灵力流失 金丹不复存在 还有就是宪少主现在 红衣还没说完就听见蓝湛大喊 啊 啊 神魂不稳 金丹不复存在 灵力流失 阿英 阿英你 你 再奶 说完他吐了一口血昏倒在地 少主 红衣连忙走过去 将昏迷的蓝湛 扶进静室躺下 现在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连忙出去找红宇 让他去找蓝西辰和温情来看看蓝湛 而自己去做一些准备 不一会 二人来到静室 却发现蓝湛不在 连忙让弟子去通知父亲和叔父 他们也四处去找 蓝湛在红衣离开静室没多久就醒了 醒来的他去往江氏姐弟的住宿没设 江燕离和江城此时正躺在地上 浑身是血 而在他们对面的蓝湛紧握着碧尘 碧尘剑上的血正一滴一滴滴在地上 蓝二公子 你这是何意 为何重伤我姐弟 江燕离道 都是你 我的阿英才会昏迷 才会神魂不稳 才会金丹不复存在 蓝湛此时的红灼眼道 看着江燕离 蓝湛脑海里出现了前世魏英 在乱葬岗被围剿的画面 那画面里是江城带着 仙门世家上的乱葬岗 是他用剑刺向魏英的胸膛 也是他用紫电抽象自己 魏英卫护他挡下那紫电 让那本就受重伤的身体更加严重 让他死在自己的眼前 那种绝望他至今都还记得 江城 你说我要是将你的金丹 活生生地刨出来 你说你会不会承受得住那疼啊 蓝湛突然变得邪魅起来 而江城却道 好一个姑苏双臂啊 既然想刨别人的金丹 难道你不知道 金丹是修仙者的根本吗 是啊 你也知道 金丹是修仙者的命 可是你为何要毁了我的命 一次不够 再来一次 明明这次 他已经跟你们僵尸没任何关系 你们为何不放过他 为什么 蓝湛怒问道 蓝二公子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他是谁 但我们没想伤他 若是我们僵尸的错 我在这代僵尸向那人道歉 江燕离道 道歉 父母之仇 刨丹之痛 江燕离你告诉我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只怕你会做得更绝 毕竟江姑娘可不是表面上那么温柔善良 蓝湛冷笑道 蓝二公子你在说什么 江燕离紧张道 别人都说江城是江氏少宗主 可有谁知道江氏的少宗主是你 江城不过是一个假的罢了 毕竟江宗主打心里认定你江燕离才是 而江城根本就不是 或者说他不是江氏之人 蓝湛冷笑道 蓝湛 你胡编乱造 我会传信给我父亲 我江氏不会放过你们蓝氏的 江燕离见状也不再掩饰了道 好啊 那就等江宗主来了一起收拾 你们说若江你们都废了 会不会疯啊 蓝湛邪笑道 我还没见过别人刨单是什么样的 不如江少宗主成全一下满足我的好奇心 好不好 蓝湛 你要干嘛 我是江氏的少宗主 是江氏的嫡子 你若刨我单 我爹不会放过你的 江城这时才知道害怕 来没事的 当初我的阿英可是在醒着的情况下刨的单 还没有任何麻醉下声刨的 蓝湛说着就拿着毕尘刺向江城的丹田 江城无法反抗 只能看着自己的金丹离开丹田 在金丹离开身体的那瞬间 他感觉灵力正在急速散去 他忍受不了 金丹被刨而晕过去 蓝湛握着那金丹看了看 然后捏碎了 转身看着江燕离道 原本是想放过你的 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将注意打到阿英的身上 既然你那么喜欢昆泽 我就帮帮你好了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哦 红宇将人扔进来 红宇闻言提着那人丢到床上 然后又给江燕离吃了魅药 然后让红宇先离开 见要发挥差不多时 用毕尘狠狠地划伤自己手臂 再扯开自己身上的衣物 从媒社跑出去 刚跑出去 就遇到前来寻找他的蓝溪尘 蓝湛见到蓝溪尘 好像放心似的道 凶 凶掌救 救我 就晕过去 蓝溪尘将他抱回静视放到床上 为他探脉 皱了皱眉心道 这是中了魅药啊 这可如何是好 溪尘 阿湛怎么样 沐雪那着急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阿娘 阿湛他中了魅药 我先将他送去寒潭洞 那里的寒气会帮他减除药力 只是我怕 蓝溪尘犹豫道 你怕阿湛看到冰封的阿英 沐雪道 蓝溪尘点点头